大家好,今天又跟大家開箱了 而今次要開的就是這五款遊戲 第一個要開的是小小魔獸世界 它是小小世界系列的作品 而今次就以這個遊戲魔獸世界為主題 我們一起來開箱了 打開之後就會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還有一些錢幣和特殊能力的徽章 還有魔獸世界入面不同種族的旗幟 全部都是錢 接著有進度跳和哨塔 還有種族標記 漁人標記 每人一張提示紙 之後就有各種的神器和傳說之地的標誌 之後就有這些地形 有玩小小世界大家都會覺得很親切感 最後就是這個遊戲盒 還有這個就是放你不同種族的板塊 有各種的板塊 然後就撕到你手殘 之後放下去就收納達人 之後可以在這個心靈共感 它是心靈和我作者設計的pathygame 那我們現在開來看看 打開就會有這個輪款 這個很棒 還有一種... 指的跳錶聲 還有這個說明書 它很簡單的有圖示 很適合我這些文環 然後就是這些概念卡 本質、培育等等 壞定好的 很哲學這個問題 除了這些壞定好的基本概念級之外 還有這些 譬如專制和民主的人頭 人頭就是用來夾進去 還有這個輪盤 然後就可以... 然後這個也是這樣轉出來的 然後就有一個目標範圍的分數 神奇的組裝 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位置 還有這張概念卡 遊戲組裝就是這樣的 之後要開的是 溫液危機隔離區北美 它是溫液危機系列的作品 和他們都是來解決一些病毒 研發疫苗 那我們現在開來看看 這個隔離區北美的尺寸 是比這個原版小很多的 好 打開說明書 好 導版 它也是很清晰的寫明 有什麼行動 這次最重要的是 只有三個疫苗 之後還有卡牌 卡牌比起原版都是小很多 它可以做的行動都是小過原版的 然後就是這些地點卡 還有這個 大家最不想看到的傳染病 病毒來說它已經少過原版的 然後就是你操縱的角色 還有三支的疫苗 之後要開的是 這個 塔堡冰雪奇緣2 一看到就知道 它是以冰雪奇緣為主題的塔堡 那我們現在就開來看看 它的封面上面那些樹 全部都是閃的 超美 旁邊都是Anna和Elsa 都是Anna和Elsa 好 那說明書 上面首先都是這個 兩紙會 又是那隻綠 有一些字 例如Snow 除了圖案之後 這個是會有字的 就是一些冰雪奇緣會說出來的字 為什麼沒有Lego Lego 最後我們就開了這個BinBros 我的第一個數學過 那我們開始我們的數學檔 幾十歲人才來第一次的數學檔 跟以往的BinBros一樣 都是有一個沙漏的 很快的時間 還有一粒的綠面色的 還有一些簡單的數字 偶數和基數 好 它後面就是這些問題 除了這個 後面就會有一些不同的題目 那今天的開箱就來到這裡了 剛剛我所開的五款遊戲 在Capsule已經有得賣了 有興趣的話 就要留意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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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러� İnsano 我們裡有的 原諒 在往的這兒 我會 prom的